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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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来听一下现场参与救援的周先生是怎么描述的 很小的那种原因就是碰碰一瞬感觉就是那个公交车就是比那个失灵了 我们就跑过去去看 追到一半的时候那个车就是已经开到河里面去了 我们就是跑到河边的时候 前面那个水把前面那个一半那个座椅都淹到了 看不到人嘛 不确定的情况下我们就是破窗嘛 破窗啊就是进去看了一下 最前面的时候那个水已经到脖子了 结果看到有一个司机 就是最后就露着一个脸 半昏迷那种状态 就一碰他就醒了嘛 他就没有行动能力什么的 然后就喊了嘛 这边有一个人还有一个司机 后来又上来三四个 一起就是把它拖起来 拖到后排让他缓一缓 不得不说啊 这名公交车司机遇到了身体突然的不适 便当机立断让乘客下了车 是一个相当明智的举动啊 否则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 这起事故势必会更加严重 是啊 人命大过天嘛 那另外呢 公交车在冲向河道之后 车子越重 那下沉速度可能就会跟着变快 这时候救援难度也会增大 事后呢 经过了解 这名59岁的公交车司机 初步诊断式突发心梗疾病 目前呢已经转入三甲医院救治 仍在留院观察 身体呢暂无大碍 那对此呢 很多网友纷纷留言 突然身体不适 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乘客的安全 这名司机就是现实生活中的平民英雄 并且呢还贴心地表示 只要人没事就好了 另外根据了解出事的公交车 大概在中午12点就已经被打捞了起来 下午1点半左右 工人就已经动工 对被撞坏的交通设施进行了维修 河岸边当时呢也正在加防护栏 在这呢我们也提醒大家 现在呢正值盛夏 也是各种事故频发的时期 不论大家从事什么行业 都要注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 时刻把生命安全放在心上 没错 我们说上海的这位公交司机 尽职尽责 保全了一车人的平安 值得称赞 同样值得称赞的呢 还有沈阳的称鹏哥 在前几天的沈阳大暴雨当中啊 称鹏哥温暖了很多人 那么他是谁呢 经过几天的寻找啊 终于把他给找到了 故事还得从25号那天讲起 沈阳突降大暴雨 一家大排档的梁鹏呢 被狂风掀翻 梁鹏底下还占了好几个孩子 眼看这梁鹏即将被刮倒 这个时候一位大哥出现了 当时呢这个勇敢的小伙 在倾盆大雨当中 凭借着自己的一己之力 呕吐仍不放手 撑起了一个安全伞 保护住了梁鹏下的孩子们 短视频被发到了网上 瞬间火爆了起来 引来了一大波网友的 点赞和关注 一下就冲到了某短视频平台 沈阳同城榜的第一名 网友们纷纷给扶鹏的大哥 起了个名叫沈阳称鹏哥 寻找感人的身影 有记者辗转联系到了 视频当中的胖哥 小伙姓李 43岁了 是沈阳本地人 家住沈北道义 从事采钢板加工方面的工作 他说事发当天 他和亲属去夜市吃饭 我们去的时候是晴天 没多一会儿就刮起风下下了雨 自己当时只有一个想法 别让遮阳蓬蓬的孩子们 我一直朝身边人海 一定要拽住 一定要拽住 这一看还得是咱东北大哥 确实是真汉子东北老爷们 当天大风刮了将近有十分钟 他忍住了身体的不适 使出了全身的力气 撑住了大鹏 他说当时就是出于本能 虽然被雨水浇了个透心凉 但是看到孩子们都挺好的 没有被砸到 心里是暖暖的 程鹏哥并不知道自己的事 被录成视频发到了网上 他说后来是有朋友提醒我 说我在网上火了 我才看到这个视频 同时还受到了 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们的表扬 要么说东北人都是活雷锋 这遇事哪能不出手呢 沈阳是一座温暖的城市 仗义的东北大哥最有安全感了 狂风暴雨中的沈城 也有温暖的一幕 给这位大哥再点个赞吧 必须点赞啊 好 说点下我们再来说惊魂一刻 在游乐场的项目当中 很多人都喜欢玩过山车 这不管胆大的还是胆小的 过山车对于他们而言 都有着无穷的魅力 就俩字 刺激 你这不是五个字吗 好玩是好玩 但如果在玩的过程当中 出现意外故障 那就是由惊喜变成惊吓了 说不久之前呢 就有网友发视频爆料称 说在南京市龙之谷的 过山车故障 卡了十几分钟 就是我们现在在视频当中 看到的那一幕 游客呢是坐在 过山车的座椅上 悬挂在了轨道腰部 距离地面是有 数层楼高呈锤直状 最开始呢 很多网友还以为 这是程序设计的一部分 然后呢说不定在什么时候 又会忽然开始疯狂启动起来 但是啊当大家等到 耐心都快耗尽的时候 发现有维修工开始爬塔 这才知道啊 真的是故障 当然了这起故障 后来的结果呢 是所有的游客都没啥事啊 但是呢 这过山车 为什么就中途停了下来呢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有两名过山车上的小孩 按了紧急停运案件 导致了过山车停止 并且悬挂在了半空 这真的是我还是 第一次知道过山车上 还有这种操作呢 是吧 我也头一回知道 都不知道这按钮在哪啊 事后呢 两个小朋友也说了 没想到这项目这么刺激 实在是受不了了 于是就按了暂停键 最后呢 还是工作人员 爬上了这个过山车 把他们给带下了地面 其实说这个案件 以及说这个理由 都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的 说的就是呢 根据工作人员的介绍说 游乐项目是已经恢复正常运行了 不知道这所谓的小孩 到底是有多小哈 是不是符合玩过山车的条件呢 其实呢年龄啊 只是游乐的门槛之一 还有很多要素应该需要考虑啊 对游乐场工作人员呢 也建议这家过山车的速度非常快 而且还有360度旋转 游客们呢最好要根据 自身情况来选择 胆子不够大的 您就适当选择 比较温和的项目 你说到这儿啊 我也想起来呢 其实不光是过山车上有这样的一个按钮啊 像我们知道的滚梯还有地铁都有紧急制动按钮 对 但是呢 这个按钮不是随意就可以按下的 都是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之下才可以使用 你说的没错 如果随意按动的话 引发了严重后果 都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 没错 新闻大小评风雨中的故事 我来评 连日来呢 全国多地浦江大雨啊 山东围方更是遭遇了暴雨 外加十一骑的打风 风雨当中呢 一位在树下躲雨的老人 眼看自己停在路边的三轮车 要被积水冲走 只颤颤巍巍啊 冒雨冲出去追车 但却因为风打根本拉扯不动 路边门店呢 两名女店主看到之后呢 撑着伞冲到老人的身边 两人帮助老人将三轮车推出 又撑伞带老人回到店里避雨 风雨很大 人心很暖 为风雨中的最美身影 点赞 雨中有险情 也有温情 雨后呢 虽然损失不小 但偶尔也有惊喜 青岛暴雨过后呢 水库是开闸泄红 结果呢 一群汤坊的男同胞们 居然跑到下游集体抓鱼 这远远望去啊 青岛兄弟们仿佛是身怀绝技 踏浪而行 气势十足 要问收获 这青岛水面的鱼 可都大着呢 风味拉满 收获满满 看着都跟着高兴啊 不过呢 在这儿咱们说的一下 还是要提醒 现实版的各位捕鱼达人 别忘了注意安全啊 嗯 说一下 接下来呢 我们来关注新高考改革 27号第五批 实行高考综合改革的 内蒙古 山西 陕西 青海等八省区 正式公布了实施方案 这次全国已经有 29个省区市 启动新高考改革 八省区公布的新高考方案 将从2022年秋季入学 高一年级开始实行 2025年首次按新方案进行高考 采用3加1加2考试模式 其中三是语文数学外语为同考科目 一是考生必须从物理和历史 两个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科目中 选考一门 二是再从思想政治 地理 化学 生物学 四个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科目中 任选两门 进入高考总成绩 各地方案还对中学 综合素质评价 纳入招生参考依据和职业院校 进行分类考试招生等改革 进行了细化规定 改革启动后从根本上实现 从过去考什么教什么 向教什么考什么的转变 结合学校实际合理安排 三年学科课程 要开足开启国家课程 建立特色校本课程 建成多元化 可选择有特色高质量的学校课程体系 从2014年至今 全国已有5批 共29个省市自治区 启动高考综合改革 这也意味着 以分类考试综合评价 多元录取为主要方向的 新高考体系基本形成 根据各地实际 目前新高考有3加3和3加1加2 两种选考模式 按照从起始年级开始的原则 各地新高考方案的启动 都是从当年秋季入学 高一年级开始实施 三年后进行第一次 新高考模式的考试和录取 说近日河南郑州 一位妈妈收到了女儿为她制作的暑假计划表 要求她按时陪伴学习 一起去课外兴趣班 甚至连周末时间都安排得明明白白 妈妈被反向鸡妈了原因是 她为女儿安排了周密的暑假表 没有给自己规划 引起了女儿的不满 孩子便为她量身定制了一个计划表 孩子优秀 反向鸡妈第一人 做了很多孩子 想做又不敢做的事 这行动力 杠杠的 说近日陕西西安 周先生熟睡中 挥手一巴掌直甩左脸 像打似嗡嗡不停的蚊子 不料周先生突然觉得自己的 左耳疼痛剧烈 感觉左耳听到声音闷闷的 半有耳鸣 周先生被确诊为 左耳外伤性骨膜穿孔和 传导性听力下降 先是保守治疗 或因左耳骨膜穿孔较大 医生建议住院手术治疗 小编温馨提示下季文的猖獗 防范方法很多 不用这么狠的方式 也有很多处理方法 建议查询度娘 说6月27号浙江里水 蓝女士儿子 所在学校的科学课程 发了一些残值给学生 让大家了解残的一生 等残宝宝快节俭时 蓝女士买了一把扇骨架 让残宝宝在上面爬行吐司 制成了一把残丝扇 弱弱地问一下 给不给残宝宝发工钱呢 小编家里有同款扇骨 现在只差残宝宝了 蓝女士一会撕信你地址啊 说6月27号深圳 一家宠物店内 监控派下一男子趁人不备 将一只狗狗装入背包中偷走 店主表示 店内有一个房间 放的都是名贵狗 被偷走的是一只约克夏犬 价值一万多 目前已经报警 鸡鸣狗盗 原意是指学鸡鸣教一片人 终成狗的样子盗窃 被偷走的狗子心里想啊 我是狗子不假 但你比我更狗 说6月26号 程女士带着五罪的女儿 在南京南站后车时 玩起了捉迷藏游戏 程女士找了一个多小时 也没找到女儿 才意识到孩子真丢了 赶紧报警 六名民警展开拉网式搜索 半个小时后 终于找到正在哭泣的女孩 警方提醒 不要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 孩子走失 家长要立即报警 得了灰指甲 有啥好办法 刘婶 你这灰指甲 还没好啊 别提了 我这手又擦又吐 都半年了 我这脚又包又泡 治了一年多了 也没好 反反复复治不好 那是方法有问题 没错 治疗灰指甲 要趋救 生心 趋救 生心 灰指甲 找亮甲 亮甲牌 副方巨为铜点茶剂 创新趋救生心疗法 去病甲 生量甲 荣获五项国家专利 指甲 平均每天长 0.1毫米 坚持用 就能病甲换亮甲 坚持用 效果好 去救再生心 马上找亮甲 预约休假 4001333133 乐泰亮甲 腰椎肩盘出了问题 痛啊 用输筋剑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输筋剑腰丸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说天下正在直播 我们来关注发生在美国的人间惨剧 当地时间6月27号 美国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地区的一辆被遗弃的拖挂式大卡车车厢当中发现了46名移民死亡 另有16人被从车内救出后送往医院之后又有5人在医院死亡 遇难人数升至51人 根据圣安东尼奥市警方和消防官员的介绍呢 当晚一名男子在一个路口发现了这辆车 听到车内传来呼救声随即报警 救援人员呢 抵达现场之后啊 发现车厢里很多人死亡 幸存者体温很高 甚至不能自行下车 我们来看央视早些时候的报道 圣安东尼奥消防部门表示 这辆卡车被发现时停靠在该市南郊的一条铁轨旁边 这些遇难者的确切死因现在尚不清楚 据美国气象局天气预报 27号当天 圣安东尼奥气温高达39.4摄氏度 车内也没有空调和水 据圣安东尼奥警察局长迈克马纳斯说 目前警方已经逮捕了三人 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 美国媒体报道说 这起事件可能与非法移民偷渡有关 德州的圣安东尼奥距离 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大约是有250公里 事件发生之后 墨西哥外交部长埃布拉德在社交媒体表示 这起事件是德克萨斯州的一场悲剧 他向遇难者家属表示哀悼 墨西哥驻美领馆工作的人员已经赶赴了现场 目前已经确认死者中22人来自墨西哥 7人来自威迪玛拉 两人来自宏都拉斯 其余人员国籍尚待确认 根据目前的调查 当地警方认为 这辆载有非法移民的卡车 来自和墨西哥接壤的美国边境城市拉雷多 警方已经拘捕了包括卡车司机在内的三人 墨西哥移民局称该集装箱货柜车并不是从墨西哥境内过境进入美国境内的 根据美墨边境线和陆路口岸的现有监测设备 这样一辆载有大量移民的集装箱货柜车是不可能逃过监测越境进入美国的 墨西哥移民局指出此次在货柜车内死亡的大量移民 极有可能是先通过几个人的小团体 从墨西哥越境到美国 随后在美国境内集结 乘坐集装箱货柜车在美国境内移动 有外媒报道称 这辆18轮大货车27号晚被发现时 车厢里极有近100人 说量因为机械故障停耗在了事发地点 最终酿成悲剧 德州市地处美国中南部 同墨西哥接壤 长期以来德州南部是非法越境的热点地区 非法移民通常需要支付8000到1万美元 才能被带到边境 并且装载到拖车上 然后前往圣安东尼奥 再转乘小型车辆 前往美国境内的最终目的地 期间的乘客能获得多少水 是不是允许携带手机等都不确定 在6月27号这场悲剧发生之前 美国本土最致命的人口走私惨案 发生在2003年的5月13号 当时在德格萨斯州南部 19名移民在乘坐一辆18轮大货车的后车厢时死亡 在2017年7月 在圣安东尼奥一家沃尔玛超市的停车场内 发现一辆载有39名移民的货车 车内没有水没有空调 其中10人死亡 美国当局几乎每天都会在该区域发现在有移民的卡车 光今年5月 美国边境执法人员在美墨边境逮捕的非法移民 就近24万人次创下新高 较去年同期增长约三分之一 有数据显示 2021年美国执法部门在美墨边境逮捕非法移民 约170万人次 包括14.5万名儿童 而美国当局预计 在2022年内将有200多万移民被捕 路透社称在美墨边境移民越境人数创下新高的同时 拜登移民政策也招致越来越多的批评 我们希望这种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再也不要发生了 好 顺利向我们新闻继续 说总算抓到你 就在不久前四川成都的一位货车司机张先生和媳妇俩人 一起度过了惊魂一夜 这究竟怎么回事 咱们来好好说一说 说在27号的晚上 张先生两口在家驾驶大货车 是从山东辽城运输冷冻品到成都 那么下了高速到达指定的比邻洞库时 已经是深夜 因为洞库的院子晚上不让进车 他们是只好将护士停在路边 我们说开了这么久的车了 而且又是半夜 这一般人的反应都是想好好地睡上一觉 但是张先生夫妇不敢 因为他们之前就听说过 这有偷游的不放心 所以俩人就商量好了 分工一人休息 另外一人注意看着周围的情况 结果就在凌晨两点钟左右 张先生的妻子坐在副驾驶上一抬头 突然发现车旁边停了一辆黑色小校车 靠得非常紧 就是咱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一幕 那么这车停下来之后 就有人也跟着下来了 奔着车底下的方向就去了 张先生的妻子警惕性特别高 他就察觉到不对劲了 于是立刻朝着小车大喊了一声 两名男子闻声赶紧开车逃走 张先生和媳妇也赶紧下车来检查 发现油箱盖已经被打开了 这才知道要是发现的不及时的话 这偷游贼差一点就得逞了 据说这些偷游贼的手法都特别的贤手 有的快的三分钟就能搞定 这幸好妻子发现及时 要不然这一箱油被偷 这损失高达四千多元 这一趟活就白干了 可不 这贼跑了 这下可以放心了吧 您要这么想 您就太单纯了 因为仅仅两个小时之后 那辆黑色小车再一次靠近了张先生的货车 又来了 对 车内其中一人用手电筒照了一下车底 最后离开了 这还真是来去自如 我们也是查阅了相关资料 像张先生遭遇的这种情况 不少货车司机都遇到过 因为货车的油箱是在外部 咱们拧下油箱盖 就可以把车内的柴油全部偷走 很多卡车司机开了很久很累 喜欢坐在主驾驶位置 或者去服务区休息 那么这就是盗游贼下手的最佳时机 而且他们还往往是在车主睡着的时候下手 太可恨了 货车司机的工作你说多辛苦 没有白天没有黑夜的 这赚的也都是特别辛苦的钱 而且仅仅是有这么一点的闲暇时间 还得防着无孔不入的偷游贼 太不容易了 好在咱们这位张先生警惕性特别高 这偷游贼两次做案都没有成功 而且根据他提供的线索 不但给其他司机们提了一个显儿 也可以帮助警方尽快破案 希望早点抓住这些可恶的硕属 别再让司机们的辛苦钱都被油耗子们给偷走了 新闻大小评队友的崩溃 我来评老话说一帮一一对红 不过在实现一对红的曲折道路上 要遭遇多少的崩溃 这个就不好说了 今日浙江少经一位军训教官 是手把手纠正学生顺拐的问题 最后教官的心态直接崩了 我感觉此刻学生的内心也是非常崩溃的 我走了十多年的路 才发现走路原来没这么简单 怎么走着走着就不会走了呢 其实绝大多数顺管的都是心理造成的 所以同学你一定要放松下来 否则这么下去 你俩真就不一定是谁纠正谁了 要说崩溃的就一定是教的那个吗 难道你们家长老师就一定没毛病吗 这不呢最近山东自博 就有一位一年级的小朋友 被爸爸的辅导记忽了 还称辅导作业的大反转 其实这个事儿让我想起来 前两天辅导孩子一年 结果把孩子数学辅导到各位说的那位爸爸 二位爸爸怕不是一个情况吧 估计在孩子眼里比一年级数学题 还难搞的就是怕老爸无疑了 网友的话呢其实也挺有道理啊 你只是晋升为爸妈 不是晋升为状元 以后呢再辅导啊 不妨多跟孩子多探讨一下 不仅能够强化记忆 还能够防止尴尬 再说对不 好顺利下我们接着来说新闻吧 谣言粉碎机要上场了 辟谣来了 夏至过后呢 全国多地都开启了高温模式 部分地区气温甚至是达到了40摄氏度 伴随滚滚热浪而来的 还有谣言 你看我最近呢就听说这么好几个啊 什么蚊子包越大 蚊子毒性越强 用空气炸锅做的菜致癌 长时间戴口罩可以致肺节节增大 这酷暑之下这些谣言也来蹭颗热度 把大伙整个是云里屋里啊 不要怕啊 咔咔咔 今天呢咱就把这些谣言都给粉碎了 咔咔咔咔 对咱们呢今天把这些编的这个瞎话 挨个儿给大家盘点一下啊 帮助迷茫的你们拨开迷雾寻找真相 首先来说啊这夏天一到呢 蚊子真闹 我是去蚊水啊什么蚊帐啊 全用上 一不小心呢还是被盯上 你看我这胳膊上这包老大了 听说这蚊子包越大 蚊子毒性越强 哎呀我怎么感觉现在 不是有点迷糊呢 我这状态有点不太好 李苗接下来的你来说吧 你这症状嘛 我感觉不是中毒了哈 我觉得你是中谣言的招了 哎呦 你看咱们有的人被蚊子叮咬之后 可能就起一个小红包哈 但是有的人被叮咬之后呢 就会变得惨不忍睹啊 变成比如说招蜂儿啊 腊肠嘴还有猪蹄手 这同样呢是被蚊子叮咬 为何包的型号会如此不同呢 这网传蚊子包越大 蚊子毒性越强 对于这一说法呢 不少人是深信不疑 那么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咱们还是来听听专业人士是怎么说的哈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变态反应科的医生表示 每个人被蚊子叮咬后的严重反应程度呢 主要是和这个蚊子的种类 和个人敏感性有关的 当过敏体质的人被蚊子叮咬之后呢 体内会分泌大量的阻岸和细胞因子 进而引发过敏反应 轻者呢会出现蜂团 丘疹和血管性水肿 那严重的呢就会出现全身的反应 另外呢 蚊子包的大小和被叮咬部位也有关系 像我们的眼瞼呀口唇手背儿童包皮等 疏散节地组织部位 被叮咬之后呢容易出现水肿 蚊子包呢也会显得比较大 并不是蚊子包越大这毒性就越强啊 被蚊子叮咬之后呢 一定要不要拼命的抓挠 因为抓挠呢会给局部的皮肤施加机械压力 同时也会让血流速度加快 这些都会加重炎症的反应 导致蚊子包可能会变得更大 接下来呢咱们来说说 夏天咱们戴口罩防晒防病毒 前不久呢网上传出啊 长时间戴口罩可以致肺结结增大的 这样一个说法 称啊口罩中间那一层绒喷布是石油产品 其中的微墨颗粒会经由呼吸道进入人体肺部 长期佩戴呢会导致肺结结增大 这个说法呢也是谣言啊 天津工业大学的教授说了 在正常使用范围内 佩戴口罩是不会产生微墨颗粒的 更不会进入肺部 制作口罩呢用的是绒喷布啊 是由聚饼锡高分子材料加工而成的 超细纤维非制造材料 那么这种高分子材料呢 经过加工成为绒喷布后 具有一定强度和非常好的过滤性能 在正常的使用时间内啊 不可能产生这种小分子物质 这种粉末颗粒呢都是以大颗粒的形态存在的 所以说很难被人吸入到这个肺里 说佩戴口罩导致肺结结增大的都是威严耸听 还有说现在大家都喜欢用的这个空气炸锅 被传出致癌一说 原因呢是会产生这种丙烯鲜案 是丙烯鲜案是一种致癌物 专家呢同时也辟谣说啊 丙烯鲜案属于2A类致癌物 能否导致人体患癌 还缺乏足够的实验性证据 专家说了空气炸锅的加热效率呢会更高 食物保持在高温下的时间更短 产生的屏息鲜案 可能甚至是少于其他高温烹饪方式 相对还更安全 辟谣一楼筐给大家吃了定心碗啊 咱们是不信谣不传谣 相信科学健康生活 好 沈天下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网络水军 网络水军呢专门捏造虚假事实 通过宣传推销或者攻击等方式 损害他人利益 获取非法利益可谓是劣迹斑斑呀 可不 从6月26号起 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 启动为期6个月的打击整治专项工作 最近呢在浙江义乌 一群网络水军落网了 网友刘女士就是一位受害者 刘女士呢在网购时呢 遇到了麻烦事啊 但是不但是这个商品质量有问题 商家还拒绝退货 就连自己发布的差评 竟然还被网络水军给删除了 咱们呢一起来看一下刘女士的经历 我是之前在这家店铺里买了一件衣服 收到货之后发现 质量不好 然后我就跟商家去协商要求退货 商家就以各种理由拒绝我 不让我退货 然后我就在这家店铺里面发一条差评 刘女士认为 自己发布的差评 一来是行使了自己作为消费者的权利 二来也是为了提醒其他消费者 差评刚发布时 商家还找过她要求删除评论 但是由于双方一直没能谈拢 刘女士也没有妥协删除评论 就这样又过了几天 商家便不再联系刘女士了 在自己并不知情的情况下 差评就被删除了 当她再次准备找商家询问时 发现已经无法联系上对方 之后 刘女士又找到了购物平台了解情况 但平台给出的答复 是根据规定对差评进行删除 发现差评被伤之后 我一开始就很疑惑 因为我是在正规渠道买的衣服 就觉得这种差评被伤 感觉不合常理 然后另外就是 让我对这些电商平台 持续性能 我平时都是会看这些评论的 因为我在平时购物的时候 这些评论都是 我要不要购买 产品的重要依据 刘女士将自己差评被删的情况 向浙江义务警方报了警 警方调查发现 与刘女士有相同网购遭遇的人 并不在少数 为了维护自身权益发布的评论 却莫名其妙地被删除了 是啊 警方判断 这背后可能隐藏着一个 专门为网络店铺提供 删除差评服务的 网络水军犯罪团伙 聊天记录显示 犯罪嫌疑人声称 可以删除30天内的差评 收费是260元一条 经过进一步了解情况 警方查到 推销删除差评业务的犯罪嫌疑人 是义乌一家科技公司的员工 随后民警找到 曾在这家科技公司 培训的学员进行询问 在掌握充分证据后 警方迅速展开行动 对这个犯罪团伙进行抓捕 经过审讯 犯罪嫌疑人对自己的 有偿删除差评的犯罪行为 供人不讳 那么这个犯罪团伙 又是如何删除差评的呢 据犯罪嫌疑人交代 他们是利用了 网络购物平台的 投诉规则漏洞 短时间内就某条差评 向购物平台提出海量投诉 迫使平台将差评删除 这个公司依托电商培训 积累了大量的客户 由这些业务员 向这些客户介绍 商差评等非法业务 并从中获利 犯罪所得达到80万元 经过审讯 警方了解到 这个犯罪团伙 依托公司电商培训的机会 积攒了大量精准客户资源 并利用新电商 急于引流提升销量的心理 定向推荐有偿删差评 改商品销量 提升商铺等级 等非法业务 从中谋取暴利 改销量的意思就是 将实际销量很差 甚至为零的商品 展示出销售过万的假象 上传就是通过刷单 将店铺的信誉等级提升 商差评就是指通过 海量升速的方式 迫使电商管理 将消费者的差评删掉 说近日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发布 方案将密切接触者 入境人员隔离管控时间 调整为7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加3天居家健康监测 密切的密切管控措施 从7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调整为7天居家隔离医学观察 第147天核酸检测 此外方案还对统一封管控区 和中高风险区划定标准 完善疫情监测要求 优化区域核酸检测策略等方面 制定了新的要求 说北京时间6月28号晚 在2022国际泳联试剑赛 男子三米版跳水的比赛中 中国选手王宗元 以561.95的高分拿到金牌 曹元492.85分摘银 而在隋号的男双十米台跳水中 中国组合练俊杰杨浩 以467.79分夺冠 为中国跳水队赢得 本届试剑赛第四金 说7月14号即将发生超级月亮 近地点附近的满月 就是我们所谓的超级月亮 它看上去足够大足够亮 据了解 这次望月的时刻 是14号的凌晨三点 而月亮过近地点的时刻 为13号17点 时间相差10小时左右 这次超级月亮 是本年度的最大满月 说英国《自然》杂志日显称 气象学家已连续第三年预设 拉尼纳现象 研究人员表示 北半球出现连续两个 拉尼纳冬季很常见 但连续三个比较少见 自1950年以来 持续三年的三重拉尼纳现象 仅发生过两次 一些专家警告说 气候变化也许会导致 未来更可能出现 类似拉尼纳气候事件 说最近 加拿大西北部冻土层 出土一具保存完好的 猛马象幼崽尸体 据称为北美出土的第一具 近乎完整的猛马象尸体 当地政府发表声明说 这是一头雌性猛马象幼崽 可能在三万多年前死亡 研究人员估计 如果它长到成年 其尖高可接近四米 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 近日紧急下令 当地港口附近50公里区域内 禁止迁移蜂巢和蜜蜂 以防止蜜蜂天敌 大蜂满扩散 大蜂满发现地周围10公里内区 为紧急情况区 区内所有蜜蜂将被安乐死 所有蜂巢将被销毁 我叫赵大鹏 参加工作30多年了 现在担任 鱼制林药业的厂长 简直不熟记 老年人有问题了不说怕麻烦人 比如说便秘的老人 不光遭罪还容易引起别的 玉制林经过十多年的努力 成功研发出了专门用于通变的产品 变通 05年还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 在一千多种水果蔬菜里选 找有通变功能的 还得温和 每天都有反黑心 特别感动 也很欣慰 变通牌天天胶囊 专门针对便秘人群 现开展9块9体验活动 打个电话 只要9块9 体验12天变通 通变专用 就是变通 我参加工作了三十多年 记住两个字 严谨 继续把它做下去 用数据来说 变通 专门针对便秘人群 采用无种果蔬 能帮助肠蠕动 能润化肠道 还能保养肠道 这是一个蠕动 润化 保养三合一的新方法 是专门帮助通变的方法 是更适合中老年人的方法 变通胶囊 肠道蠕动起来 润化起来 再保养起来 每天只在睡前吃一次 通变后 还可以逐渐减量 变通牌天天胶囊 现开展九块九体验活动 打个电话 只要九块九 体验十二天变通 通变专用 就是变通 大便干 排便费力 别挺了 有变通呢 您记住了 晚上睡觉前 吃一次就行了 我有信心 变通牌天天教导 原料全部来自果蔬 祖方是国家专利 专门针对便利人群 预知灵药业的赵厂长经常说 产品得让自己的父母 都能放心用 为了让老年人放心 更踏实 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只花九块九 来体验变通 包括邮费 十二天的量 只要九块九 九块九 赵厂长却把够吃 十二天的变通 寄给他心中挂念的老年人 这是他对便通的信心 更是郁芝林对用户的爱 史创于香港 传承三个世纪 精选道地名贵药材 荣获国家专利保护 一百三十余年 专心做好药 治疗胸闷 气短 失眠 乏力等症状 百年一安宁晚 祝您心脏平安 说对象 欢迎回来 咱们接着说新闻 老年人常常会因为 缺乏反诈意识 而成为一些 不法分子行骗的对象 最近湖北武汉市 汉阳区人民法院 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 养老诈骗案 这两名被告人 一个到了知天命的年纪 却当起了别人手中的 提线木偶 那另外一个呢 大学毕业之后 误入歧途 他们知法犯法 专打中老年人的主意 该公司在武汉市 汉阳区等地 共骗取被害人 七十余人 九十余次 骗取金额达人民币 一百三十九点九五 一七万元 账款已全部挥霍 根据公诉机关指控 2015年11月 至2016年7月期间 被告人梁某某 在他人的指使下 注册了一家投资公司 专门针对老年群体 宣传养老公寓投资项目 为了引来投资者 公司先自我包装了一番 梁杨州首先是 以他的名义 注册了一个公司 同时 因为他是一个广东人 说的一口广东话 所以说在宣传的时候 就把他包装成一个 很有名气的广东成功人士 给人感觉是 他是一个有背景的大老板 另一名被告人 段某某是公司聘请的 一名业务经理 根据段某某的供述 他大学毕业后 就来到这家公司 当时他欠下许多网贷没还 急需一份能赚钱的工作 录制后 他的主要任务 就是发宣传单 告诉投资者 会有高额利息回报 不过空口无凭 如何让中老年投资者 真的相信 并掏出钱袋子呢 除了高额回报 公司还拿免费入住 养老公寓当诱饵 这些投资者们还不知道 他们坐着大巴车 去参观的养老公寓 根本就不是公司投资的产业 实际上 公司只租下了时间房 20张床 接下来 最容易获得投资人信任的一招 就是打亲情牌 通过向这些老年人 发放纪念品 组织他们开会 聚餐 旅游参观 以及逢年节假日的时候 让业务员给老年人打电话 续缓问暖 在这场精心设计的骗局下 70多名中老年投资者 慢慢放松了警惕 放下了戒备 上钩了 最开始 投资者们确实拿到了一些反例 过了一段时间才后知后觉 打一开始 公司的目标就是卷走本金 本案中有一个被害人 他一共投了是20万元 然后领了两个月的利息 一共是6000多块钱 但是从这以后 不但领不到利息 连本金都没了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公司法定代表人梁某某的行为 涉嫌集资诈骗罪 业务经理段某某的行为 涉嫌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 两名被告人当庭认罪认罚 目前被告人段某某 已退还赃款3.6万元 该案将择日宣判 得了灰指甲 有啥好办法 刘婶 你这灰指甲还没好啊 别提了 我这手又擦又吐 都半年了 我这脚又包又泡 治了一年多了 也没好 反反复复治不好 那是方法有问题 没错 治疗灰指甲 要屈臼 生心 屈臼 生心 灰指甲 找量甲 量甲牌 副方巨为铜点茶剂 创新屈臼 生心疗法 去病甲 生量甲 荣获五项国家专利 指甲 平均每天长 0.1毫米 坚持用 就能病甲换量甲 坚持用 效果好 屈臼 再生心 马上找量甲 预约休假 4001333133 乐泰量甲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铁峰 今天我来做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 有心脏不舒服的 长期服用他廷类药物的都知道 补充腐霉Q10 能给心脏提供充足的原动力 使心脏保持在良好的运作状态 有一些老铁 觉得腐霉Q10太贵了 不敢用 动则一个月都得三四百块钱 不过本档快乐团拼 让您买到就赚到 大品牌的腐美Q10软胶囊 原价298元一盒 本档团拼价 每盒一个月用量 仅需49元 三盒为一组 您没听错 一个月才49 而且只限购三盒 本档我们只备货了三百组 此刻电话已经开始抢线 库存正在骤降 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这个腐霉Q10首先是含量高 每粒的规格是400毫克 每100克含腐霉Q10 10.5克 所以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 而且这个腐霉Q10 做的是软胶囊技型 属于小蓝帽 好用意吸收 太平洋保险公司 承保产品责任险 让您放心使用 本档福利价格 三个月算一下才147块钱 每天相当于1块6 自己用或者买一套 孝敬爸妈都可以 大品牌的福利Q10软胶囊 原价298元一盒 本档团拼价 每盒一个月用量 仅需49元 三盒为一组 您没听错 一个月才49 而且只限购三盒 自己用或者买一套 孝敬爸妈都可以 只限300多 赶快 只创于香港 传承三个世纪 精选道地名贵药材 荣获国家专利保护 一百三十余年 专心做好药 治疗胸闷 气短 失眠 乏力等症状 百年一安宁晚 祝您心脏平安 说天下 欢迎回来 说临场深处的国宝 出来溜玩了 还留下了 智兔同龙数学难题 这是什么情况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国宝就是 赫马鸡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中国特有品种 曾一度并临灭绝 随着延安生态的 不断改善 赫马鸡数量 如今增加到了2865只 其栖息范围 还在不断地扩大 近日设置在 陕西延安 黄龙山赫马鸡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 红外相机 拍摄到了 赫马鸡 铜矿密实的珍贵影像 监控画面显示 四只成年赫马鸡 正带领着 七只满月不久的幼崽 在树林里悠闲的觅食 水平最后 还出现了一只野兔 与赫马鸡同框觅食 那节目的最后 就让我们一同去看看 大自然里的这道 鸡兔同龙的数学难题吧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树对象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